大家好我是生生 欢迎来到我们全新的一期 宣剑寺黑龙五星云飞扬的流程视频 上期的剧情 大家还有一下吗 上期中呢 我们为了营救夫人 先是前去的那个秦军的军营 遇到了太子复苏 后来呢 我们又循着一些线索呢 来到了这个新的地区 就是蜀地 古蜀国所在 来到这个祭祀庙的入口 我们收集完这些材料之后呢 直接就进入这个遗迹的中心 发现这里 非常的大 然后前面的还有一个 类似一个青铜人像的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也就是那个三星堆 那个按照那个东西的样子来做的 好诡异的神像 以前呢 我从未看过这样怪的东西 想起来的 我家主人以前啊 好像身上佩戴的守护神像 就是这个模样 不过呢 只有半个脸 大家知道吉朋的主人是谁吗 知道了可以打在弹幕上 对啊 夫人是蜀国人 看来这就是昔日蜀人 所祭拜的神奇了 我老主人还说呀 他那只守护神像 是他祖先时代所传 据说呢 是蜀国自古失踪的 九只金人的一部分 后来呢 他把其中的一半 丢到了炼妖湖中 去做实验 结果炼出来了 令他十分头痛的家伙 我看到 姬梁呢 在这仔细的端详了一番 不好 对方已经比我们啊 早一步来过了 他发现了什么痕迹 这让我们十分震惊啊 咱们是来救夫人的 对吧 如果对方先来一步 然后姬梁呢 说 这古老铜像上方的尘埃啊 有被磨去的痕迹 没那么旧了 说明有人来过 而且还在这摸过啊 然后他姬梁也顺着那个地方 按了一下 解开了一道密门 这下不妙 敌人看来啊 不是仍在里面 就是早已离开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 或许夫人仍在里面 进去之后 不知何时何地 会遭遇到敌人 最好的处处谨慎小心 这样了我们就进入 巴蜀地底的这个湖泊迷宫啊 这个地方啊 非常非常大 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游戏流程到现在为止 见识过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迷宫 然后他其中的怪物强得过分啊 我们这个游戏中强大的怪物 一般都是些这个机关人啊 特别厉害 比如说 还有这个敌人 这个敌人叫做凶啊 这个游戏 有个地方有点奇怪 给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地图 对吧 按理说呢是在进城 是在下一张地图之前 但是我们到了下一张地图之后呢 却发现 下一张地图的敌人的强度啊 比这个地方啊 要低很多 有时候有时候你在等级 低的地方遇到了怪 可能会比你下一个地方遇到怪还强 不过这个怪的等级还是高的啊 一会就大家知道 大家看这个犀牛 对吧 扛好多揍 我们都用这个嘴技来杀他 这个凶 非常厉害 给大家打个一两场怪 然后咱们就直接去下一个地区啊 我已经给大家体现准备好了存档 我们节省一些咱们的这个体力 不然的话 打下一波怪的可能翻车 而且这张地图啊 这个湖泊迷宫啊 不光是大敌人强啊 最难受的是呢 我们还没有一个风一支弹 那个存档点 可以帮助我们啊 快速的来回复我们的状态 然后去啊 不停的刷怪 这个就很难了啊 如果是有一个东西 可以让我们回复的话 是不是还好一些啊 那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只能够靠我们自身的 这个法术来回复咱们的 这个生命值 然后血量 靠我们的一些药品啊 来恢复咱们的体力和灵力 去继续施放法术 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沿途这些材料 并没有 就是这个地方 就不给大家全数级了 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 全数级的存档了 这个是我们这里呢 这个相对很弱的敌人 我们一回合就能全部击杀 再加上这个 哎呦 有个失误了 那就没法击杀了 这个咱们之前也见过啊 这个雷火狼狮 他在秦国的 秦朝的那个 太庙 底下那个迷宫 就会见到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 就有了一个打法 我来给大家推荐一种打法 那如果自己玩这游戏 玩到这儿 发现敌人很强的话 除了开修改器之外 怎么打呢 就像我一样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 我们找到咱们的装备页面啊 有一个新的法宝呢 叫做 这个 哎 带到谁身上了 是不是带到鸡棚身上啊 这个 非常门标志啊 就是咱们之前 做那个支线肉 不是一直追那个神秘乞丐吗 让我们战斗中 有这个盾逃的效果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只消耗咱们的崛起点数 我们给速度最快的水径装上 如果你发现 遇到的是刚刚那种 狼狮比较弱的话呢 我们就不讲武德 就把这个 就是以强弃弱一下 如果对方是很强的 那种敌人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逃跑 这样的话就安全度过这个区域 你还遇到他 我们就打 那这里 咱们展示逃跑是为了节省时间啊 就是遇到这种敌人 咱们就打啊 遇到那个强的呢 我们就溜啊 而这个法宝呢 毕竟是法宝之威啊 所以说他是百分之百成功的啊 这个强大的敌人 怎么还不出来 再不出来 你就没有机会 在我的这个流程 视频 精品合计里面出场的呀 还不赶紧出来 又是这东西啊 没关系啊 有的这个 咱们可以快速的度过战斗啊 逃跑百分之百的几率 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动画效果呢 也相对来说 算是快啊 有的游戏逃跑的时候特别慢 尤其是 这个双剑系列啊 双剑系列的一些游戏 回合制的 逃跑的时候特别特别慢 还在那摆动作 哎 这怎么回事 我昨天晚上 这个玩的时候不是这样呀 昨天晚上玩的时候 被那小怪都吹爆了 这 现在这个做视频了 要给大家看一看 我做视频多么辛苦啊 结果你硬是不出来 这不是 不对呀 这个 等等 我就不信了 这里有那种 这个超强的机关人啊 然后我们现在 等级抓他们的 还是等级偏低抓不上 就跟之前 我抓那个魔剑客一样 抓了半个多小时 哎 终于出来了啊 一个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长得像 狮子一样的机关狮将军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杀生仪式啊 这个巨铁针 杀生仪式打多少 这是我们的绝招啊 就最强的伤害的技能 打了他三分之一 所以他最起码有个 2500的血 然后看他们攻击 打我们一下100多 他们还会法术 我们平砍一下呢 290 你看 就是你要好几个回合 咱们打死一个 机梁是防御最高的还好 防御最高的都打我们一下 就是啊 这个打了80的血 你看我们这里是使用了 咱们这个每次消耗120点体力的 这个最强的杀 杀生一剑 来配合打的这个伤害 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啊 这个 那个 急捧大王的最强 单体输出车轮脸 而且对方还会上这个 机关绝壁阵 上了机关绝壁阵之后 就防御高的离谱 所以这个敌人是很恶心的 要打他们两个的话 我们需要消耗大量的 咱们的一个属性 还有那个机关师将军啊 比这个还要厉害啊 所以说这个地图 我推荐大家带上这个 非常冰标志啊 到时候见识不妙就溜 这样我们就快速 来到下一个存档 我们就从这个 湖泊迷宫啊 一路穿行 来到了这个 湖泊迷宫的这个 这个尽头了 哎 发现了进入到了 一个新的地方 叫做黑简入口 这里呢 就不会遇到任何的 这个战斗了 我们可以放心的 把这里的几份材料 都这个整理到咱们身上 这是木材石份 四处转一转啊 这里会有一个东西 很容易漏掉这个啊 煤炭五份 哎 我们就看到前方 啊 有个非常非常诡异的东西啊 长得像树 但是又像一颗心脏 对吧 是怪物的蛋吧 总之啊 这不像是天然生成的 一种这个生命事物 我看那个三角记号 也挺奇怪的 咱们过去看看啊 哎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些材料 煤炭十份 差不多 一共就是四份啊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封印之弹 咱们把它拿上了 哎 我怎么 我是卡巴格 拿了两个封印之弹吗 哇 这怎么回事 发现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bug 拿了两个封印之弹啊 这个地方按理说 只有一颗 但是刚才这个存档的时候 不知道点离开 怎么回事 他又判定我点了一次 这样我们多了一颗封印之弹啊 嗯 好吧 那不是坏事啊 在这里呢 还有一份材料啊 金属五份吧 这个是大头呀 金属是我们这个 最稀缺的资源 哎 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树枝 走上来就发现 这边有个长得像手一样的这个东西啊 我们把我们的手对上 这个摸上去啊 一摸发现前方的有一个三角形的符号 这个变成了一个门户 原来这个手的手印的就是门的开启机关了 诶 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了啊 这个黑简的上层 这个地方的怪呢 就变成了我们之前打过的这种木甲刀兵了啊 就是 就是比之前那些怪要弱一些 然后这边 呃 别着急啊 我们打完这场战斗的重新读取之前那个存档 给大家看一段新剧情 就是说如果刚才啊 咱们直接就使用这个机关进来的话呢 就会少少了一段 他们三个人在那儿啊 交流的一个一个剧情啊 我们使用这个技能上海自然是很高啊 但是那个技能一次就把这个技能榨干了 技能体力比较虚弱 像这种需要动武的这种啊 武术他就不怎么厉害啊 然后我们见到这发现 诶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奇妙吗 啊 这巴蜀遗迹还真是不寻常啊 如果这个建筑是以前人造的 那他们啊 可能有超越我们认识的庞大文明 怎么可能啊 有这种文明啊 为何现在看不到了 消失了 天灾吧 古籍和传说啊 就有提到过 说这儿呢 是寂妙的话 我看避难所的可能性还挺大的 吉普大王 你不是蜀国生的吗 对吧 你应该知道吧 因为我们知道 吉蓬大王的老主人 就是这蜀国这地方的 大威高权重的人 而且这个夫人 其实也是蜀国人 对吧 吉蓬的老主人呢 带着那个挂转啊 就是用那个 传说中的那个金人做的 不知道 我对历史传说和销售的东西 没兴趣 比这个来啊 我家的小姐啊 是不是在这儿比较重要 咱们赶救人啊 大王说的不错 救人要求 仔细搜索这个地方看看吧 这个地方的怪物 就相对比较弱了 大家看这里 很有这种现代化的风格 这墙上都有LED 对吧 非常的夸张 我们读取之前那个存档 这里 我们就一直往前走 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不去按 那个手印的话呢 他会多一段对话 而给大家展现出来 本来对于我们这个剧情啊 其实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呢 嗯 少了总感觉 哪里不太对劲啊 这都是一样的对话 喂 我怎么直接进去了 这个地方有严重bug呀 就是我们这个 没有按那个手印就直接进来 大家发现没有 这 对吧 这才是我想给大家展示的剧情 所以我们这一次流程呢 给大家展示出了这个 怀旧游戏的两个很搞笑的bug 哎 你看这个门似乎无法直接穿过去啊 这是你说的吧 你别忘了 前一秒钟 你们就穿过去了 就离谱 这该怎么办呢 应该有什么办法才对 这门啊 看起来和过去看过的门都不太一样 但我想的一定有什么办法解开它 我猜想应该会有什么机关类的东西 我们找找看啊 哎 这就是多了这段对话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进入啊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很有意思 进入之后呢 就一直走到这个地方尽头 取了这个封印之弹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等级变化 现在等级呢 是35 33 36级 还是提高了许多的啊 这里一场怪的经验啊 大概在2000到 三四千左右 有时候4000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稳定的练级点 就在这条小路上 在这个横杠上 来回走动 有很大的可能呢 会遇到一个等级比较高的组合 就是魔剑克一个 加上两个那个妖兵 当然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个长得比较可爱的这个龟啊 这个龟呢 是比较比较经验比较少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啊 这个水镜30多级的这个级别 学会了新的一个群攻法术啊 攻击更高 同时呢 会降低敌人的速度 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的主攻技能了 消耗的这个体力也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地方背靠着这个封印之弹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使用这个预见燎原了 对吧 伤害很高的 然后我们还学会了这个千步使 这个是急捧大王的群攻招式 比起他那个普通攻击的群攻啊 高了一个 多少伤害 高了一个 这个 400的伤害 我们在这群攻党再打一场怪啊 看能不能遇到我说的那个东西啊 魔剑克呢 就是我们之前啊 在那个太妙遗迹 那个地方 太妙下面的遗迹那儿啊 那个抓到那个东西 就是我说 就这个组合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想练习的话呢 推进来到这个迷宫的终点 在这一直逛啊 就能够遇到这个组合 就很好说 就很舒服了 一场的是四千多经验值 因为我们有这个 每次打击敌人的时候啊 敌人都会被我们推 推后邪动条啊 就能让我们 其实可以打两轮输输 或者是咱们这个千步使 一轮就可以全部解决掉 伤害很高的 对吧 一回合的事情 然后经验值就多 对吧 4200 477 477 4200的水镜是因为 他装了一个法宝 然后300多块钱 这个还是挺舒服的 如果大家喜欢练 即可在这练一练 但是我个人觉得 练的还是有点慢的 因为我们这个战斗 这个游战斗节奏呢 是没那么快啊 这样我就继续前进吧 进入之后呢 发现了一个熟人 就是这个人 咱们之前其实见过 对吧 你 结果他见到我们之后呢 回声微微一笑啊 呵呵 你们终于来了 敌人啊 乃是赤松祖大弟子 吸眼 幸会幸会 我们夫人呢 他不在此 阁下可就是积粮 这个时候 他却对着积粮 问了一句啊 正是 然后他又说了 很奇怪的话 我常常听 我的师尊赤松子呢 提到阁下 早想会一会了 为什么赤松子啊 会经常在他 这个关门弟子 吸眼的面前 提起积粮这个人 来吧 让我见识 见识你的实力积粮 可别辜负我 违背师父的意愿啊 特意再次等候你这么久 所以吸眼在这个 迷宫尽头等待我们啊 目的竟然只是为了 见 西粮 这个很有意思 搞不懂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们啊 这现在的一个 战斗能力的 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呢 我们上一期 不是给大家召唤了 那个鬼王呀 九尾狐那人吗 我们现在已经把 我们天书中的 鬼神阵啊 升到了五级 每次升级 只耗费五百五十块钱 还是很便宜的 五级之后啊 一会打完这场价 给大家看吧 我们现在直接使用 天书部架 召唤我们的鬼王 现在这个鬼王 是有四只其他的怪 加持的 就是其他每只 部架怪 都会给他提供 属性加成啊 现在他这个鬼王 就很厉害了 直接使用这车能力 水镜呢 就使用我们的 这个 绝技 断水赴月 消耗我们的绝技之后 咱们再去使用 我们的这个 武术攻击 这样后面的绝技呢 就不会浪费掉 这是鬼王的这个群体的啊 紫灰千坤阵啊 紫灰 紫灰干坤阵 对吧 然后 这个 他体力太少了 所以说招了鬼王之后呢 这两个就用不了了 只能点我飞仙了 紫云联心啊 现在就全部杀生一世就行了 这个吸引呢 还会召唤小怪啊 但是他现在一直没招 这个就最强武术单体攻击 干坤八剑 一刀这八百八 特别的强啊 因为我们给他加了好多的 这个队友帮忙 吃了你 我们其实可以来一个这个 这鬼王太猛了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鬼王并不是刚招出来就这么强啊 是因为我们 就是升到了满旗的这个鬼神阵 这个时候才会变强 不然的话 是不是那么厉害啊 这样一刀 把那两个全部带走就行了 蝶舞飞仙 加上这个千步手 只有六千多经验啊 特别少 钱都是还行 关键是剧情 我们看到吸引呢 输了之后啊 反而没什么这个沮丧 反而是哈哈大笑 确实相当不错 不枉师尊啊 对你如此的啊 这个高评价 少通了废话 直接把他抓了啊 就可以逼问出 胡中仙那个老头 然后呢 交出我家的小姐 不管你再如何强 我们都要打败你就是夫人 你别担心 你们夫人啊 其实啊 是我师尊 昔日的恩人 所以他如今呢 是很平安的 其实如果我们 真要把你们几人啊 还有墨家夫人一样 给禁闭起来 根本啊 就是简单的不行啊 轻而易举之事 但是师尊呢 想继续观察你们的成长 因此才吩咐 我不得与你们交手 我想知道你们的实力 所以呢 才背着师尊 偷偷地和你们啊 打了一下 否则以我现在的实力 至少是你们的啊 百十倍有余 这么厉害吗 既然如此啊 你们又何须 什么黑火之源 对吧 你们这么厉害的话 你们的力量 已经足够强大了 不是吗 哼哼 你并不许知道太多 但念在同为 湖中仙的门声 我就略略告知你一点 这个称呼很奇怪 这个西眼呢 他觉得 鸡梁跟他 都是湖中仙的门声 你说 我是湖中仙的门声 对吧 鸡梁也很奇怪 你自己慢慢想吧 师尊啊 料定你们必定会为了对抗他 冒险开启这黑火之源 但是我们的理想国就要实现 慎重其见呢 才要我来带走金勇 以免你们啊 以他毁啊 这个妨碍失踪 难道你们并非打算以黑火之源 去支配黑火啊 来实现你们的野心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 对吧 就是觉得赤松子呢 师徒二人啊 就是掌握这个黑火的力量之后呢 去这个怎么着 侵吞天下啊 或者怎么着的啊 有一番野心 有一番想做这个野心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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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做事业的野心 关于黑火以及其他的事情呢 我只能说到这里为止 现在感觉这是一团啊 一团谜 但我敢肯定 届时你必定会被师尊 这个宏大的计划彻底感动 看来他是非常非常认同 他师父的理想的对吧 开什么玩笑 吉鹏受不了 但是吸引了好像认识吉鹏 对吧 多毛民的老王啊 您其实啊 也早就加入了我们的计划 你当真不知 什么 吉鹏听的时候非常惊讶 你挑拨离间啊 这个吉良一钻了 还想挑不到我身上 呵呵 你果然也是不明白 那您啊 请自个儿慢慢思索吧 哎呦 难道这吸引是悲惊人吗 我为了会你们 已经在此等候太久了 告辞 这个人很奇怪啊 消失了 吉良 人家赤松子的部下都逃了 你居然在这发呆 哦啊 是吧 逃了吗 哎 这个时候 水静看到目前的情况 非常的绝望和伤心 大家之前啊 把救出夫人的所有希望 都放在了我们几个的身上 但我现在 却连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可恶 说完之后 水静啊 就坐倒在地哭了起来 觉得自己真的是 一件事情都办不好 之前老是闯祸 这一次呢 也是没有成功啊 吉良 也是蹲了下来说呢 别难过 站起来 其实我已经有了 下一步行政的头绪了 刚才啊 那位叫西眼的人 话中其实透露出了 不少端倪 吉蓬大王 云中介的核心地带 你可知在什么地方呀 问到这个问题 吉蓬说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也许到水谷国 去问和罗大王 他会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吉蓬大王呢 他其实是 原本是蜀国 这个地方的人 对吧 然后呢 这个鸟啊 然后他是 后来去了云中介 然后成为了 多毛国的那个王啊 并不是当地的援助吧 应该是 所以他不太清楚 我这个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吉良啊 你该不会想说 夫人被他们藏到了 那个地方吧 正是 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 确实是这样 我将所有的事情啊 串联起来 大概可以知道 胡中仙和西眼 其实呢 就是云中介的主人 哦 这不过是我初步推断罢了 不见了无误 如今我们面对的 是出没无常 而又神秘的对手 与这样的人交手啊 必须先找出 对方的大本营 然后呢 咱们趁虚而入 如果我推断的不错 云中介的核心地区 应该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哎 如今啊 水晶 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啊 这个思路和想法了 别无选择 就只剩这一条路 我们就去云中介啊 去找河罗大王吧 就是那个水渔民的王啊 这样呢 我们一番跋涉 就来到了水渔国的树林 太好了 找到河罗大王了 我们现在呢 就要前去找河罗大王了 然后我们存下党 很快赶路 见到河罗大王呢 哎 我们就发现 他跟这个守护鱼在一起啊 哎呦 齐鹏大王和两位贵客 没时间客套了 本大王记得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核心 叫做什么来着吧 你是说云之渊吗 只要是云中介的居民啊 都知道呀 哦 是啊 但你知道怎么进去吗 云之渊 传说是云中介的主人居所 不曾有居民进入 这也是大家的常识 那我问了半天 这不是白问了 他位于此地 东南方的山区 这个常识 想必大王也很清楚 那当然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啊 出入仙人居所的方法 这 正如我们守护鱼所说 寡鱼 也仅具备这些常识吧 我一定要过去 因为我家小姐被绑架 一定是被藏在云之渊了 这水鱼 这个动作就很离谱 那你们赶紧去找找 我们是帮不上忙呀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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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兄 ジ 胡忠谦 这高歌一曲 音乐可以调整心绪 这一点 这个墨宅 他就是无法理解 西野 何事搅扰我假性 搅扰我假性 搅扰我雅性 他唱得太好了 让我实在有点忍不住 我的心情波动 弟子惶恐 但师尊今日 您气色看来不错 看起来挺开心 这并不是你所需要知道的 说出你的事情 弟子已经遵照您的吩咐 取回了金勇 安置于塔内了 相信不论是秦国皇子 或者是墨家弟子 应该都不至于找到这个地方 很好 至于巨雷 弟子也将他作为 也作为他们动力的妖魔 全都收回了 也就是说 这个巨雷部队没有动力 那就动不了了 对吧 如此一来 这些以云中介妖魔为动力的巨雷部队 将不会再对邪律造成干扰 这个邪律是什么东西呢 希望这一次巨雷之事 不至于影响到师尊的计划 辛苦了 谢也 但我要问你一事 你为何要擅自违反我吩咐 敢去和姬梁他们交手 师尊屡次胜赞 他资质不凡 所以弟子啊 才想会会他们 哦 那你觉得如何呀 那位巨雷资质确实过人 竟然能将天术力量发挥到这样淋漓尽致的地步 至于其他的跟班 实力也不错 但未来成长啊 仅止于凡人的境界罢了 但我巨雷在 以后就不好说 可尔师尊 您的计划 是要融合云中界和神舟合一 创造一个妖魔和人类 能够彼此和平共存的理想国度 但在这段旅程中 我们不是必须尽力 避免使用任何上古神系的力量吗 是啊 您曾说过 只要这段时间之内 任何的上古力量 一旦被使用 神舟和云中界最终啊 就可能因无法邪律 最后彼此难以融合 就是个和谐的一个 绿洞对吧 所以您以及弟子我呢 才都一直可以 抑制自己的力量 西野啊 这些我都明白 你是担心 伎良他在人间 不断去使用 由天书所创造出来的力量 而天书 毕竟也是云中界的一部分 也是由上古神器 钟 所创造出来的 凤凰钟嘛 不过伎良他如今 能拥有的天书力量 尚未成长到 足以对邪律 构成干扰的地步 这一点呢 还不至于对我的计划 产生太大的妨碍 原来如此 师尊啊 早已考虑过了 伎良这个小子啊 确实一位 难得的不识其才 让我想起当年的你 以及嬴政那个小子 因此呢 我才想去栽培他 吩咐你啊 暂时别去防御他 好让他的才华 能够尽情的成长 我想看看他的天书事件 以及黑火机关术 最终能够成长到 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可是师尊这样好嘛 当年嬴政 他也是啊 您一手栽培的 您协助他 从他母后手中啊 夺得了政权 并且一手引导他 去建立起了机关部队 然而他渐渐掌握了权柄之后 就开始啊 越来越不听您的使唤 像这一次 甚至公然违背 昔日对您的承诺 擅自动巨雷部队 却歼灭了墨家 我的时间不多 力量也有限 当年啊 会愿意协助他 正式欣赏他那一份霸气 和雄才大略 足以协助我去 一统六国 可是自然如今 啊 这个他却 别担心一息 他如今啊 不也渐渐再次 顺利被我导引至了 求先寻道之徒吗 如今七国一统 再无大型战乱 就算嬴政 他再如怎么苛酷 也比之前的列国邻力 纷纷扰扰数百年 好了太多 这句话 就很有那种感觉了 对吧 即使他再严苛的啊 这个律令 也比当年七国邻力啊 各国之间互相争端啊 这个百姓可能要 更更那什么一些 世人堕落如此 只好以霸道 以力量 去将乱局 予以先行平静啊 如今乱世结束 终于可以真正开始 去实现我心中 可以啊 长久的亡道之事了 世尊啊 弟子还是有些忧虑 以弟子观察呢 我们今天的做法 总不免引导后世 又崇尚霸道 弟子以为世尊 向来看不起的 宣言民思想家 莫宅 这个孟科 啊等等 他们所主张的亡道理念 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只凭亡道 就可以结束乱世 而一统天下吗 没有足够力量 所支持的人爱 不过是空谈罢了 这句话我还是挺认可的 孟呢 啊 用一生的 这个时间 去宣扬他的亡道理念 但却无人理会 而这个莫呢 主张尖爱非公 但乱世又何尝因之而消失啊 倘若力量便是霸道 而人爱是亡道 那我们先霸后亡 又何不可 夕野你还年轻啊 但我听得人间乱象 真的听你了 若非昔日我接连被宣言剑 以及黑火几次重创 否则盼望了好几千年的 人与妖魔的理想之事 早就该在百年以前就实现了 如今宣言剑的威胁啊 已然不在 被嬴政他的长子 注意到的黑火之源 也被我们先一步带到这里来 人和妖魔的共存之事 即将有望实现 指望此时此刻不要再多声之解 这样我们看了一段 赤松子和他弟子 吸眼的对白 好像整个故事的脉络 越发清晰了 有一些明了了 我们也得知了 胡忠心赤松子这位一开始 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反派的人物 好像他的理想 确实崇高无比的 这个就到了我们啊 这个就是我很喜欢宣言剑系的一些地方 我就会发现 其实宣言剑系呢 并不像大部分的国产游戏那样 把正和谐啊 这个好和坏弄得那么分明 只是说有两股不同 坚持不同理念的人呢 一些思想的碰撞 一些理念的不同而已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 这个讲述的 这样感谢大家的观看 就我们下期前往这个云之渊 云中间的核心地带 又会遇到什么样新的故事呢 我们下期再见